烏克蘭連續幾個月來 內部的衝突持續升溫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造成超過百人喪命 數百人受傷 情勢可能會如何演變 今天面前時間一起討論 邀請到的是聯合報國際組召集人張又生 詹大哥你好 各位觀眾晚上 主持人好 其實大家這次看到烏克蘭 真的是國際間相當重大的訊息 現在最新的局勢是 總統雅努科維奇跟反對派領袖 已經達成停戰協議 目前的最新進度是怎麼樣 是 烏克蘭這個國家 它其實它的人口比台灣多一倍 那麼它的面積比台灣 它的面積是60萬平方公里 等於是算是一個 相當一個算是地很廣 人比較少的一個地方 那麼就在他們當地時間的中午12點 也就是跟我們 它時差比我們慢6個小時 就是我們剛才的晚上6點的時候 就是已經說是 他們總統府出來宣布說 達成了一個停戰的協議 但是這個要值得注意就是說 因為當時參與談判的包含了 就是除了朝野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德國 還有法國 還有波蘭的 還有波蘭的外長 還有俄國的代表都在 就是說大家就在談 但是具體協議內容 其實還沒有完整的出來 就還沒有簽字 只是說他們總統府發表了一個聲明 說我們已經談成了 但大家都還沒有簽字 還沒有具體的內容 但是這個內容的話 據說很核心的部分是說 它同意說 今年9月要舉行修憲 那修憲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削減總統的權力 而且可能會提前舉行總統大選 那這個其實是 它算是一個最大的讓步 之前為什麼前兩天的那個停火協議 一下子就破局 19號簽訂 對 就是沒有真正的讓步 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它做出很大的 如果真的是為真的話 其實那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而且就在他們談判的時候 其實國會已經開始在打架了 因為親亞努科維奇的國會議長 他又是本來就是大家開會說要討論說 可能要討論說是不是要削減總統的權力 這個修憲案的部分 結果之前這個議長就是不願意把這個東西 這個議題納入議程 那現在他最新的是說 他又說要延後講說 大家先休息一下 就又讓這個在野黨非常不滿 所以雙方在裡面已經先打了一架 所以情勢還是很火爆 所以變成說國際間正在處理停火協議 他們國會內部也在打架 也在吵著修憲案的部分